我先脖子往后靠往上拎 对 然后我的中段往上提 提到肚脐眼三指 然后我的脚后跟是往地板下推 脚后跟啊 往地板下推 往下推 因为你的上面在往上 所以你下面必须跟它产生对抗 所以是上下两头的一个位置 OK 这是我叉叉的一个基本形态 那在做这个基本形态之后呢 我需要去加入到我的动作里面 我动作软软的下赛 大家都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右脚重心 左脚点地对不对 好的 那在我右脚重心 左脚点地的时候 我需要去在刚才的位置上 找到我身体一侧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准备的时候 不可能是平的 我需要找到一个 一侧身体的一个力量力柱 这时候我的右肩跟我的左胯 是拉开的 然后在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需要在这个力柱的位置上 先去找到我的一个 中轴线 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可能是光立在这里 人是歪的 哦 我是立柱了 老师 OK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中轴线是歪的 那我需要去找到一个完全垂直的中轴线 再去完成我的动作 对 所以找到我的中轴线之后 我才能够通过中轴线去发力 连的放再去发力 如果这个时候我中轴线是歪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接下来放的时候 你看我的人又往那边歪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人 像不倒翁的一个形态 不平衡 老师为什么我做的感觉跟你不一样 因为我虽然我的跨骨的方向在改变 我的动作的方向在改变 但是我人的垂直线是不改变的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找到垂直线之后 我需要大家去找到我的跨骨的力量 继续 OK 好 然后接下来通过力的一个位置 我会有个 one two three check out one and的时候 我会有个往斜线放松量 and 然后通过跨的一个转动 快速收咬check and chew OK chew拍这个位置是个快速的夹腿check 那这个check呢 我会有多种的体现方式 我的这个check一般的时候 会是什么 直接的落前脚后跟 然后把我的重量放在左胯上面 产生一个左边身体的挤压跟对抗 右侧身体往斜后拉开 chew OK 那这是我通常的一个跳法 那在我去 如果想做更多展现的时候呢 我会选择 可能会让我的前面的check 会做到一个立脚后跟 and chew OK 我相信大家也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跳法 对吧 就是一个向前 and chew 力做的一个状态 那无论你是脚后跟落与不落 啊 你的这个时候 你身体的形态都是一个 短和长的一个对抗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头的一个位置 是没有偏离的 还是要找到我刚才的中轴线 我头的一个位置是继续保持住中间 啊 这个时候我的中轴线不只是要找中间 还要找前后的中间 但大家看到我身体会有一个前后的拉开 对不对 OK 前后拉开我的头不能够带动我的中轴线去偏 偏 偏 对吧 所以我的这个头顶尖到我的这个肚腺的位置 都是一条非常垂直的线 保持住 还是那句话 保持住我刚才讲的一个基本姿态 OK 然后找到你前后的拉力 通过垂直线 去前后继续扩张 你的这个质感就来了 啊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左右的一个对抗 左右对抗 中轴线一拉 质感来了 前后 中轴线一拉 质感就来了 OK 那通过 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个中轴线这个点呢 首先是诠释了我上 上下身体的一个位置 大家啊 如果你上下身体的位置是不清楚的 啊 左右是不清楚的 你脚底下的话 你这个光把布置学会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脚步 我会更多的诠释我们上半身的一个动作 OK 好 然后讲完之后呢 我的一侧身体短侧身体长 完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左手一般通常会放在 推进去我的左边身体这个位置 那推的时候不要太小气 比如说五指病龙 很少 很少很丑 这个位置 OK 一定要五指张开 然后手指尖一定不要碰到我的身体 手指先 手指尖是需要张力的 所以我的手指尖是像花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打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不是说不好看啊 而是你在这个位置显得很不积极 你整个人是只是 感觉是前后的力量 一个后 一个前 OK 没有上下窜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打手的时候 更多能够在乎到我身体线条的感觉 你的这个身体啊 不只是把手打住就可以 而是你要通过这个手 让别人看到你不一样的身体线条 所以我打手的时候呢 我会有个上鞋上方的 可以看到我是去鞋上方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鞋上方 跟我的这边的这个左肩 还会产生一个对抗力 这个时候我的看起来 这个身体的张力就好了很多 OK 一定不要打到这个地方 这样大家能听懂吗 啊 一定是打到你的鞋上方的感觉 会显得有前后对不对 但是我还有上下 所以我的力量就是多重的 前后 sorry 前后上下 对吧 所以力量是四重的 就多重的 就看得更丰富一点 啊 一定在做 一个好的动作的时候啊 它一定不是单一方向的 啊 比如说我打手 只是前后去 OK 那绝对不是 好的一个诠释 啊 一定想 那这个动作跳好 一定是多方位立体的 啊 所以我的身体刚刚也强调过了 保持中左线同时 前后上下 去 OK 那我的手的力量 推 拉去 OK